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经叙事的十二种不同方式 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藏十二部 我们也大体认知了一下 今天也是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大御系的佛教 最后我们也了解了佛经的翻译 通过佛经的翻译我们就知道 自古以来出现一本佛经要流通与世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下个学期我们还要学习佛法从古代印度 传到我们中华文明圈的一个过程 就是佛法东传的过程 那么我们会有更加详细的讲座 今天晚上我们就进行 净土根本经典的了解和学习 好 净土中的根本经典 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呢 有净土三经或者说净土五经 那么除三经五经以为了 还有一部《往生论》 以及《往生论》 之所以选择这三经或者是五经 作为净土中的根本经典 这是我们佛教要成立一个宗派 成立一个宗派 它必须要有自己的立宗的经典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理论基础和修学方法 所以在我们大乘佛教的典记里边 经论里边 目前我们看到在《大道经》里边 这些经论呢 大乘的一共有九百多部 而这个有关净土的相关的经论呢 有两百多部 占到了将近有三分之一 那么另外我们也一般学习大乘佛法 我们都会听到有人会说 《华言经》是《金中之王》 《华言经》是《金中之王》 《法华经》是《王中之王》 《到底谁是王》 那其实来说 是从天派宗的立场来谈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从净土宗的立场来谈 《金中之王》是谁呢 《无量寿经》 《法华经》和《阿弥陀经》 所以如果说是 从不同宗派的立场来谈 他们本宗的根本经典 就是最重要的经典 就是《金中之王》 或者说《王中之王》 所以在我们大乘佛法的传场里面 我们知道释迦世宗 他成佛以后 第一部宣说的经典是《华言经》 《华言经》的宣说 其实不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作为对象而宣讲的 他宣说的对象都是菩萨 都是法身大师菩萨 所以他宣说这些 《华言》的毅力之后 他发现整个 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众生 他完全对于《华言》毅力来说是很难去信守的 就是说这个根基 完全不是他成佛之后所证得的《华言境界》毅力 《华言经》里面 谈这些大乘的十玄蒙毅力 谈这种重重无尽的法界 重重无尽的宇宙 就是简单地都谈有二十层的宇宙 这种概念在我们今天最前沿的科技里面 都是一些闻所未闻的毅力 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和释迦世宗所发现的 我们的娑婆世界 同在整个《华言》世界里面第三层 第十三层的世界 二十层的宇宙里面 所以第十三层 这两个是相邻的世界 从阿弥陀佛界我们了解到 说是极乐世界与我们 苏佛世界有十万亿佛差 就是十万亿个太阳系之遥远的距离 那我们再去想象一下 有二十层的宇宙 佛的眼界所积啊 那完全不是我们还不能够私营的 这也是他为什么 当他在讲述万亿余礼以后 他就准备涅槃了 所以就有丹班前王 有道立前王 请他注释 要宣说他所证得的佛法毅力 当然这叫证得的佛法毅力 要从头开始 所以才会有从阿弥陀开始 到邦耿佛的金碟 到波若福的金碟 然后到最后到阿华金 涅槃金这些 到华严毅力 所以这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释迦是从他成佛以后 在宣说华严金的时候 已经宣说了禁复法毅 所以华严金里面有八十卷的华严 那么最后是用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愿 到归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一个石破千金的毅力 因为释迦世宗在对着这些三界之位的 法生大师菩萨宣说谎严毅力的时候 这些菩萨都已经是九修九正的菩萨 但是最后讲完华严金以后呢 他让这些菩萨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告诉这些法生大师菩萨 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呢 才会愧速地称佛 那这些毅力呢 我们现在仅仅在大脑里面有个印象就好了 那么以后我们在学习净土法门传承的时候呢 还会谈到 为什么净土法门的传承是由文术菩萨 有福贤菩萨在我们这个世界开始传播的 那这个对于我们很多一般的同学都是觉得很奇怪 这两位大菩萨为什么在宣扬极力宣扬荆土法门 就是因为华严金的关系 好 那在我们中原地区 当这些西域的高僧 逐渐逐渐地进入到我们中华牧民圈传播佛法 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最早来到我们中原地区 来到我们中华牧民圈传播佛法的 都是印度人 都是古代的西域人 以及中亚人 就是今天的印度 巴基斯坦 阿富汗 伊朗 以及新疆的西域之类的这些国家的人 那么早期他们来到我们中原地区以后呢 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依旧还是语言上面的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把汉传大乘佛法 像西方传播一样面对的 依旧是语言和文化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个很熟悉的概念 这个上个星期呢 这个文史法斯 我们谈到这个很熟悉的概念 我们谈在华牧文化里面 我们谈说这个人福报很好 善根很深厚 要谈善根 要善根 那么我们容易理解 所以这个人基础不错 千信重良 容易接受佛法的教育 或者说其他圣贤的教育 但是在西方人的观念中 你谈善根 good roots 什么东西 树根 它完全是没有概念 这就是同样一个词 在不同的文化背景里面 表达的意思是不知道的 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个简单的词汇 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有共鸣 我们会理解佛经里面谈什么 但是你转去另外一个地方 另外一个文化环境里面 同样的词汇 你要用他们的文化习惯的语言去翻译 这个是要精通两种文化 三种文化 甚至多种文化的人 才能够做这种事情 那么这些从古代印度西域来的高僧大德 最初到我们中原地区 面对的就是一个佛经翻译 所以早期前来这些中原地区 进行佛经翻译的 从他们整个的传记和他们的试迹来看 那很多真的不是一般的人 有些来到我们中原地区的时候呢 不是年轻小伙子啊 都已经是六七十岁七八十岁了 我们知道你真正要对于佛法的理解消化传承 真正要到一点层次的话 他一定会有一定年龄的 这个当然也有一些根性非常厉害的 很年轻的 很年轻的已经对于大清的佛法 毅力掌握得很精深了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他都有一定年龄 但是他来到中原地区以后呢 他可以这两三个月之内把华语学好 所以我们就知道以前这些在世界各地 真正在传播佛法这些大德 他们的根性是什么样的根性呢 那么在最早的翻译的汉传的大成经典的 是因为肉之国的 这个读肉之很多音词 三藏法诗叫支楼加称 他翻译的第一部大成经典叫 《波州三脉经》 这个我们在后面讲 其他的相关经典的时候会详细地谈到 那么这部经典的翻译呢 是在公元179年 就是汉朝从西汉进入东汉 正好这是公元元年 这是一个分界线 据今天呢已经有1800多年了 这部经 波州三脉经 这是净土宗一部比较重要的经典 也是禅宗一部比较重要的经典 在禅宗和净土都把这部经典相当的重视 那么自路加称 在同时呢 同时呢 也翻译了《无量寿经》 那个时候我们知道 这个 和汉代的国都在今天的洛阳 河南的洛阳 最早在洛阳有翻译佛经的皇家议场呢 是洛阳的北马寺 另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议场 叫洛阳的永年寺 那当然永年寺这座寺院呢 已经自有遗址了 北马寺呢 至今依旧含罪 但是真正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那么自路加称翻译《无量寿经》呢 就是在北马寺翻译的 那这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无量寿经》的第一次翻译 汉译本的《无量寿经》 那么它的名字呢叫《无量清净平等绝经》 那一般我们就叫《汉译本的无量寿经》 汉以后 如果说我们对于我们的历史 华人的历史上我们了解一点 汉以后呢 汉分为西汉和东汉 整个汉代呢 前后有四百年时间 两百年呢是公元前 两百年呢是公元后 汉以后呢 进入到三国时期 那三国时期我们很熟悉啊 魏国输国五国 三国以后呢 就进入到了东晋和西晋时期 就是两晋 那么汉原大师 我们第一代祖师呢 就生活在东晋时期 那这一段时间 那这一段时间啊 从三国啊 到两晋啊 就是东晋西晋 一直到南北朝时期啊 南北朝就是整个的北部啊 都是少数民族 南部呢 是欧盟华人 但是呢 南北两片广大的地区呢 活法都非常兴盛 那这一段时间啊 这几百年时间啊 从汉代到南北朝时期 一直到隋朝进入唐朝啊 这有五百多年六百年时间 是佛教经典的 大量的万一时期 那所以这个时期 和进度相关的经典呢 有关佛三外海经 悲华经 古阴神经 法华经 这些花眼经 愣眼经呢 都已经翻译出来了 其中呢 《无料寿经》 《乖无料寿经》 《阿弥陀经》 和《往生论》 这是进度宗最重要的根本经典 何称为《调三经一论》 那这是大体上的 进度宗的根本经典的 翻译的一个背景 所以我们看 《无料寿经》早期一直在翻译 《怪无料寿经》呢 是在南北朝时期的第一个朝代 南朝的流宋时期所翻译的 《阿弥陀经》呢 是到了遥秦时期 就是北朝的遥秦时期 当然到了唐代时期呢 玄奘大师呢 又做了另外一次的翻译 那也就是说 到南北朝时期 就是公元三百多年 四百年这个时候 进度宗的根本经典 根本的《三经一论》呢 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初步地形成了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就了解一下这些根本经典 第一个呢 我们了解一下根本经典的选曲 作为一个宗派 我们刚谈到 它所依的经典呢 是非常重要 要有理论 要有修学的方法 要有修学的目标 那所以谈宗去啊 就是修学的重要的方法 去就是指向 你要指向哪里 那比如说 我们谈禅宗的经典 谈论切经 谈经刚经 谈六字谈经 它主要修学方法是什么呢 通过仔细修传的方式 静坐的方式 指向呢 指向开悟 指指人心见性成佛 那么净土宗的经典呢 和禅宗一样吗 好 我们下面来详细来看 首先来看第一个内容 是净土宗根本经典的选曲 这个就是随着净土经典 从汉代开始到三国时期 一直到隋唐之前 随着《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和《阿弥陀经》的 翻译和流传呢 读读诵的人越来越多 讲这三部经的呢 也越来越多 这也是最早的《净土三经》 到了晚清时期 到了晚清时期 禁队 禁队 就是最后一个分建王朝 晚清时期 有位非常有名的 《学观中西的大家大学者》 叫魏元 魏元 魏元 他的法名呢 叫陈冠 也叫魏陈冠 那么他 比较精通 演习《华严经》 对《无量寿经》呢 也非常非常地热爱 那么他从《华严经》里边 发《华严经》的 《谱协行愿品》 然后《华严经》的 《入法戒品》的最后一品呢 从《华严经》里边 敲出来 就是《谱协行愿品》 这一品呢 列为《净土三经》之后 变为《净土四经》 那这样就有了《净土四经》 那么到了我们最后一位 《净土宗》的祖师 印光大使 这是在民国元节 那么他把《楞严经》里面 《楞严经》里面的 大士至菩萨念国原通章 再抽出来 列在《净土四经》的后面 变成了《净土五经》 那其实我们看 《净土五经》 《五部根本经》 是到民国元节才形成的 在这个之前呢 我们主要谈是《净土三经》 那么为什么把这两部经 列在《净土三经》之后呢 印光大使做了解释 说《华严经》里面的 《复行行愿品》 是《华严》 《易经》之归宿 告诉我们团道 《华严经》 赐佛成果之后 所宣说的第一部大经 所针对的对象呢 主要是菩萨 不是反复众生 那么最后的导向呢 是让这些大菩萨们 都发愿求生极乐世纪 所以英皇道士他说 华言世界很净土无量无边 就是整个的法界里面 佛的净土无量无边 不是只有阿弥陀佛的净土 还有很多很多的净土 但是释迦始终 劝勉这些菩萨们 必以求生西方为圆满佛国之情 就让他们都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修学的环境 对于他们快速的圆满成就佛国 是最有利的 所以说可知聂佛求生西方 圆肇是华言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真正聂佛法文从哪一部经典开始 从华言经开始 至于《乐言经》里面 大师之菩萨聂佛圆通章 那么英皇道士他说 这是净宗最上开示 为什么谈到最上开示呢 因为里面谈到了 净土中修学的一个关键的方法 都设六根 敬念相及 那设住我们的言耳 鼻舌生意六根 不要乱想 不要乱看 不要乱猜 不要乱写 一心以义 只专注自己念佛的音声 其实是什么 射住一根 耳朵这一根 其他所有的根都能射住了 我们在念佛的过程中 我们只要认真在念佛 自己能听到自己念佛的音声 就说明我们还很专注 当我们听不到自己念佛的音声 就说明我们思想 你们好就不晓得哪里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要赶紧再怀懒 再轻自己念佛的音声 所以这个轻 这一个方法 是念佛的关键诀窍 大师至福三念佛原团章里面 所谈的主要是这个修行方法 所以 印光大师他说 把大师至福三念佛原团章 参在净土四经里面 参而为五 就变成净土中的净土五经了 那么至于一弄 就是无量寿经 又或其舍 又或其舍 这是一弄的意思 那么简称叫往生弄 这个是古代印度 唯一一部述说净土一礼的弄点 一般我们在前面谈到了 有经 有律 有弄 经是佛说的 律呢 是佛所制定的戒律 和各种各样的生活规则 弄呢 是后世的菩萨们 罗汉们 所造的解释佛经的 所以 马生弄 也叫无量寿经弄 它是用来解释净土经典的 主要呢 是解释无量寿经 这是古代印度 千清菩萨所做的 千清菩萨也叫十清菩萨 这是佛涅槃 佛涅槃九百年以后 那么也就是我们中原地区的南北朝时期 它所做的专门解释净土无量寿经的 以净土无量寿经为主 这样一部弄书 有百位时期呢 这个佛涅刘之大师翻译出来 一直受到这些历代高僧大德的推崇 所以就把它列为 净土无经里面并列的一弄 那么还有同时期的 坦乱大师所做的 网香弄注 网香弄注呢 这个是被誉为自古以来是千古第一种 所以我们净土中的很多根本的意理啊 都是以净土三经五经为基础 那么主要的发挥 是从坦乱大师马上弄注所发挥出来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每个星期五呢 正在学习的这幅非常重要的论注 所以净土中的五经一弄呢 就此就正式的形成了 所以五经一弄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阿弥陀经 佛说观无量寿经 华严经的复行 行愿品 华严经的大师之菩萨 念佛原通招 另外一弄呢 就是无量寿经 优惑其舍 简称叫华僧弄 以及华僧弄的 哈勒达斯柱 这个就是我们这净土中的 最根本最根本的所依的经典 那么从整个的净土的五经一弄 选区的过程 我们看最早经典翻译到晚清时期 经过了差不多整整两千年时间 花了这么长时间 最后才去净净土中的根本经典 这说明我们净土中的祖师 对于选区根本依据经典 是非常非常慎重的 不然那么多的经典 述说净土中的又那么多 到底哪一部对于我们来说 有最直接的力 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众生来说 是最容易理解 学完以后呢 马上就能用得上 所以这个是需要智慧的抉择的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看 五经一弄的翻译 汇集和大义 那么五经一弄的翻译 汇集和大义呢 首先我们看五量寿经 他的翻译 汇集和中曲和大义 接下来呢 我们看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看完以后呢 我们看观五量寿经 他的翻译中曲和大义 那么接着呢 我们看不限行愿品的 最后呢 我们看念会原通章 以及网线论 这个是我们后面几次课程呢 要学习的内容 那么这些根本的经典 地理了解结束以后呢 我们在学习 进一种相关的经典 好 我们首先来看五量寿经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 五量寿法会 所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 如果没有读过 五量寿经的统修呢 可以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 下午一点半开始 读五量寿经 那么五量寿经是 大家对它的定义是 东来最早译本最多 东来就是从签著 从福袋印度 传到我们中原地区呢 是最早的大传经典 译本呢 就是翻译的华文本呢 最多 从汉代翻译 从汉代开始翻译五量寿经 一直到三国 到两静 到南北朝 到唐 到宋 前后呢 有八百年时间 有十二次的翻译 大家注意 这个大称经典 在历史上有十二次翻译的 基本没有 只有五量寿经 那这个我们可以想象 以前 从中原地区去取经啊 要么走四处之路 这是陆路 要么是从海上 走 走海路 那但是 路都不好走 所以 我们看到 出门去取经的 几十个人 上百个人 最后回去的一两个人 那比如说你看 像这个玄奘大师 那个时期 整个的唐代和西域 还有战争了 这个边境是封闭的 它是偷渡出去的 到了钢昌国以后呢 钢昌国王给他二十匹马 二十个随从 结果呢 在翻雪山的时候呢 全冻死了 那最后只有一个人跟着他 那最后呢 一个人在印度也病死了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只有他一个人 那时候在选取经典的时候 就是到印度以后 有那么多的经典 你到底选哪一本 哪一本最重要 因为你能够carry的 你能够背 你能够背回来的是 非常数量有限的 就像我们现在上飞机 行李是有限的 那个时候呢 你完全是靠背了 所以在这些古代大德 从印度到我们中原地区 传法的过程中 那大家都不约而同的呢 选无量寿经 那前前后后这八百年时间 不同的译本 不同的半文本 也表明了为一个什么现象呢 那无量寿经应该是佛多次宣说的经典 那在传播的过程中 我们在上一次学习到 那古代印度 这些经文是刻在备叶上面的 佛多罗树的叶子上面 佛多罗树这些叶子呢 很容易被火烧 也很容易发霉 很容易掉 所以有些一本长 有些一本短 这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那么这十二次的翻译 有七次的翻译了 已经找不到 我们目前能够看得到的译本 还有五种 还不错 还能看到五种译本 那这五种译本呢 最早的汉译本 叫《佛说无量清静平的绝经》 自罗加称达士 在公元179年所翻译的 无译本 就是三国时期五国 宋泉所统领下的古国 有知谦 知谦这些位居士 这叫居士所翻译的 叫《佛说阿弥陀》 三也三佛 萨尔楼佛谈过度人道经 这个翻译成华文呢 就是《佛说阿弥陀如来度华人道经》 或者叫《大阿弥陀经》 这个是在公元253年翻译的 第三部呢 叫《卫一本的佛说无量寿经》 就是三国时期在朝魏 朝朝所建立的魏国 就是现在的中原地区 它的名字呢 就叫《佛说无量寿经》 这是在公元252年翻译的 这一个本子呢 是从三国时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 这个本子呢 有跌近1800年时间 最后唐一本 是在《大宝集经》里面有无量寿如来会 《大宝集经》是由很多部大成经典所集成的大成经典的集合 那其中呢 有无量寿如来会 这是唐代时期由夫妻刘之三藏所办译的 这是公元668年 宋一本呢 是叫《佛说大成无量寿庄严经》 就是百宋时期法贤大寺所办译的 这已经到公元980年了 所以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 就是这五种译本 那么汉无量义 最早的汉无量义 文字比较多 内容很详细 我们有时候呢 有些义理方面要详细了解 要比较周全的话 可以看看汉无量义 魏一本呢 康生可大师的译本 它的文词啊 非常的美 很简烈 读起来 刚开始可能有一点点懊破 但读熟了以后呢 也会非常喜欢 意味无尽 这也是历代的著书 就是历代这些诸经的大德 诸书所依的一部经典 从三国时期以后到 魏晋兰北朝时期 一直到唐到宋到原民 那家诸解的无量义经呢 都是康生可大师这个译本 唐译本呢 文字比较简烈 但是呢 后面部分述说 说佛世界 这个五恶五通五烧的部分呢 脱落掉了 找不到了 所以呢 唐译本就有残缺 宋译本呢 本子很简洁 但是呢 就是因为太简洁了 有些真正的意理呢 就没有办法 输出它那么详尽 这是目前 我们所能看到的 五种译本里面 它们各自的 这些特有特长的地方 那正是由于这个 无量书间目前 有这么多的译本 所以呢 从古到今了 从宋代开始 大家呢 就希望通过 人为的方式 希望把无量书间 通过教队 通过会集 这个会集的概念 在这个一般 汇集金本的这些 这几位 统修 这几位 居士的概念中呢 都希望它 Modify 把不同的版本 总合在一起 希望 形成一部 尽善尽美的 无量寿经的 完整的本子 宋代时期 宋代时期呢 叫王日修 王日修 居士呢 他所汇集的 无量书间的本子 叫 《佛书大阿弥伯间》 到清代时期 彭基金居士呢 他对于无量寿经 有一个节律 就是减发 有些很多的 删掉了 然后节律了一个本子 叫《佛书无量寿经》 那么 魏城冠 刚才我们谈的 魏元呢 他也有会集 就叫《无量寿经》的会集本 那么 目前 在我们佛教团体当中 流通的很多的 叫 《佛书大乘无量寿庄严 亲近平等诀经》 这个会集本 是民国时区 夏年居居是会集的 这是会集本的四个本子 当然除这四个之外 还有其他一些本子 在民国年间 还有其他一些人尝试着 希望能够把 他所看到的 《无量寿经》的五个本子 能够把它综合整理一下 整理出一部 比较完美的 《无量寿经》 但是对于这种现象呢 我们进途中的 历代祖师呢 都是持反对的态度 那为什么持反对的态度呢 联赛大师 他指出这个 王日修的《无量寿庄严会》几本 也叫教几本 他说 里边有些句子是自传 那这个佛经的翻译 那这个佛经的翻译 我们在上次谈到 这前后有十道程序 非常非常严格 不能多一字 也不能少一字 甚至你翻译出来以后呢 有另外一组人 帮你翻译的 华门的本子 再翻译成范门 再去对照 克里边有没有耻辱 但是王日修有这个自传文句 那联赛大师说 如果说是你有范文本的原本 你要是重新去翻译 那么你经过思维 经过抉择 你可以用一些新的文句 这是无可过悲的 但是你根据现有的几个华门本 自传了一些文句 这个是不能认可的 第二个取舍失当高下诗次 就是在王日修会记的 《无量寿经》里边 他就把《无量寿经》的三倍 和《无量寿经》的九品 做了一个对照 那这个呢 其实是很难对照起来的 因为《无量寿经》里边 谈的三倍往生 上倍 中倍 下倍 都是发普及心 一向专业 精进修学的人 观《无量寿经》里边 谈的九品的下三品 那是恶人 特别有这些下下品的往生 是五逆十恶的人 平时根本没有遇到佛佛吧 所以你根本和《无量寿经》的三倍 是没有办法对应的 那么在王日修 在会记的过程中呢 他只看到了那个四代 他存在的四种译本 这个唐译本他没有看到过 所以他没办法参考 那我们第十三代祖师 其实应光大师 当有人帮这个卫元的 这个《无量寿经》 汇记本拿给他 那么应光大师他说 《王日修》就是王日修 《王日修》的《大阿弥陀经》 就是王日修的《无量寿经》 说自诵之明末 人多受持 但是还有很多人呢 自他汇记完以后 有些人之受持 由容七 以忧有不恰当 说故此后见酒淹没 容七呢 就是我们进途中的第八代祖师 在明末的时候之初 这个汇记本子里边 错误太多了 所以从此以后就 很少再有人再受持了 他说连池 赏不流通 《王日修》本 《王日修》那是国学禁事 卯生的时候 是讲完经以后 站着卯生的 有这样功夫的人 但是他做经典的汇集 还是没有办法 做到他认为的经善经美 那果然在流通过程中 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说《王日修》的本子 既然有问题 连池大师不流通 《武记》何敢流通 《卫元》本 这是荧光特斯坦的态度 那么你拿《卫元》汇集的这个本子 虽然说 《卫元》居士 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他所著的《海国图志》 可以说是 那个时代的 全世界的一部大北科全书 但是他要汇集经典来说 这个不是一般凡夫人做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你这么去编辑经典 你认为在modify 你认为是在把经典 像我们今天在优化 但是呢 这变成什么呢 以起后人忘改佛经之端 变成了你根据你的意思去改佛经呢 那可能 对于有些人来说 是有一点点的利益 倒不错 但是 有这样的先例的话 你可以改 我可以改 他可以改 最后佛经的变成什么了 说几辟佛之流 被佛经接后人编造 除非 真是从佛国意来着 那么如果说像 有些批判佛教的人 他说你这些佛经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 编辑出来的 都不是从古代印度翻译过来的 那佛法的流传 经典是根本的 如果说经典立不住脚 你的法义从何而来 那么另外 英华道士涵对于教几本 会几本有过多次的批评 他说 这个王老师的本子呢 未经施力 经成任意给经其过大义 王寺少有此事 后人和望重通家户 那个时代呢 有不少人呢 也希望能够对五本原意的无量寿经呢 做一个这样的整合 那当然发心是好的 但是力量是做不到的 佛经呢 佛境界上的事情呢 我们没有办法用反复的思维 反复的能力 反复的智慧去编辑 所以既有无量寿经 既特别是自千百年来 所流通的 由曹魏时期 康生克这个义本呢 为什么要去无事生事呢 书词 依以见会及之难 依以度后人之望 这是英光大师诸口婆心的话 是像王龙书居士 王日秀居士 作为国学进士 器官不作的人呢 那么大智慧 他在会及国经过程中 都出现了无法避免的错误 那么现在无量寿经流通 既然有了康生克一本 我们为什么去无事生事呢 为什么 如果说是你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那可能自必大于力 就开启了后人给佛经的先例 我们看一下 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这本会几本 这本会几本的经集 夏林居士的会几 佛说大乘无量寿 庄严亲近平的决定 这是会几本他的期末 这个期末怎么来的呢 你看 汉一本 胡一本 有佛说 所以他用佛说 送一本里面有大乘两个字 把大乘放在这边 汉一本有无量 但是没有寿 所以魏一本里面有无量寿 把无量寿三个字放在这边 送一本里面有庄严两个字 把庄严两个字放在这边 然后呢 看一本有清静平的决 把清静平的决放在这边 就变成一种这样的会几 旌旗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我们看 佛说无量寿经 佛说无量寿就七十 这六个字很简单 已经把佛说无量寿 无量寿就是阿弥陀的意思 随旧摩罗斯大师 你该翻译阿弥陀经 佛说阿弥陀经 我们也叫小本的阿弥陀经 也叫小本的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也可以叫大本的阿弥陀经 他用无量寿就是用的是阿弥陀佛的名字 那么用阿弥陀佛的名字呢 已经代表了无量寿 代表了庄严 代表了清静 代表了平等觉了 那么你在这里出现了阿弥陀 然后又多一个庄严清静平等觉 其实这个意思就重复了 旌旗会计都会出现这样的文旗 那另外我们看到像 我们目前看到的会计办理点 这个参加无量寿法会的呢 有三十一位大阿弥陀 有整个的净土的传承 流传过程中呢 谈到有五十二宗古佛 那么这个在会计本里面呢 被删掉了 这种五种原意本里面都有的 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错误呢 汉语本里面谈的世饶王佛 是魏议本把它翻译成叫世自在王佛 世饶王和世自在王佛 是同一种佛的名字 在会计本里面呢 把世饶王变成一个国王的名字了 这是非常明显的错误 魏议本和唐义本里面 谈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我们谈四十八月度众生 九平弦灵等彼岸 谁都知道 《观伟辽寿经》里面也谈到 《法扎比丘四十八月》 但是会计本里面呢 把它合成二十四月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它的会计 那么魏议本里面 就是康桑可大师的一本 第一愿 国无三恶道愿 受我得佛 国有地狱恶鬼 出身者不取证据 这是非常有名的第一愿 五种学义本里面呢 都把它摆在第一愿 这说明极乐世界是没有三恶道 没有三恶道就告诉我们什么呢 没有三恶道的义 没有三恶道的因 所以才没有三恶道 第二愿呢 不服更生恶道愿 受德国国中切人 受终之后 服更生恶道 保证不取证据 到极乐世界以后 如果说 在多三恶道的话 他就不成佛 那阿弥陀佛已成佛了 就说 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都不会多三恶道 那这个更见 在我们有些人当中 说极乐世界当然 没有三恶道 你也才不会多三恶道 但是详细地 如果说读汉语本 就了解到 他不是谈这个现象 汉语本里边的《无量寿经》 谈什么现象呢 他是有些悲心很重的众生 当极乐世界 莲花一开放 他的烦恼还在 莲花开放 烦恼还在 烦恼还没断建 只是说 极乐世界那个环境太清净了 这一切众生 每次每刻都在 阿弥陀佛佛光的射受之下 他的烦恼是不现行的 不发作的 但是 当他莲花开放以后 极乐世界这一切的环境 地灭 前台楼阁 墙壁 他都能看到 念头一动 他能看到 他放世界的现象 那这些悲心恳切的人 一看到 自己的亲人 在某个世界受苦 或者自己的朋友在哪里 念头一动就想 要去救人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然后他就离开极乐世界 但离开极乐世界以后 他到了 比如像我们这样的浊世 一入浊世 由于他烦恼还没断建 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 这是这样一切 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 如果说是按正常 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菩萨有多因之谜 罗汉有入胎之空 那你还没 真正还没有到四国阿罗汉 真正还没有断建丝的菩萨 入胎以后到浊世里面 一出胎 你都不知道自己的来处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那这些众生刚到极乐世界去 他悲心恳切 他的凡老没断建 他也入浊世 来度人 结果一出胎以后 他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跟我们这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 那像这种情形怎么办呢 阿弥陀佛保证他 在这一生 依旧会遇到净土法门 依旧会发愿求善净土 依旧会保证他到极乐世界去 这是第二缘的保证 肯定不会让他都在恶道 那如果说是你看汇集本里面 他会把它汇集得非常非常的长 就是这一个一本里面操一些 那个一本里面操一些 最后呢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就是汇集佛经 如果说是用一般反复的力量 反复的智慧 你要汇集818这样 经过重重的考验的 重重的考证印证的这些经典 一个人的力量 一个人的力量 想把它汇集成尽善净利 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 还有像这个 卡森凯大师的一本里面 谈到阿弥陀佛的摄生三月 这是我们在讲述 寻找香格里拉的第二讲述 谈到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摄受众生 最重要的三月 那18、19、20月 那么他所谈的对象 其实针对是不同的 18月只要谈痴眠的众生 具足性愿的话 乃至十念都可以门阿弥陀佛摄受 19月谈的发佛基辛 修学大乃至宗法 能及功德的众生 虽然说他没有念佛 也是阿弥陀佛摄受的对象 这样他有心愿去 20月谈的是修定的 修禅定的众生 他对净土有信心 希望能够得生的话 阿弥陀佛依旧摄受他去 这是18、19、20月 自古以来非常有名的阿弥陀佛摄生三月 那就是摄受众生 修学不同法门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去 但是慧极本里 他都完全地藏在一起了 你都分不清楚谁是谁了 那这也就是我们 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奇畅 要读 要读诵原意 无量寿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特别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月里面 有摄净土月 有摄法生月 有摄众生月 摄法生月呢 有三月 有光明变照十方月 有寿命同佛永久月 有祝福称名赞叹月 这都是阿弥陀佛为了成就自己度众生的法生 希望自己光明变照十方法界 触光的众生都能升起求生净土的信愿 希望自己成佛以后寿命 是能够永结 永结不尽 那么一切到极乐世界的众生 都能跟阿弥陀佛一样 无量寿 也希望十方祝福都称名赞叹 宣扬极乐世界 推广极乐世界 劝勉坐下的弟子发愿求生极乐世界 这是成就自己法生的愿 但是我们也看到 每一愿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那么社净土愿有五愿 这个主要是谈 极乐世界这方净土 从地面到虚空到宝石到宝树到楼阁 整个一切的环境 一切的环境来自沐浴吹风 搅走在地面上 身体接触到一切的极乐世界的宝 那就触感都能够增进我们的道心 吹风都能增进我们的道心 那就谈着一切的环境的施舍 都是帮助我们觉悟 增进我们的道心 消除我们的白老的 那么这样的大愿一共有五愿 而社众生愿有四十愿 社众生愿里面分两大部分 有社本土众生和社他法众生 本土众生已经到极了世界的 他法众生还没到极了世界的 那么本土众生呢 有些是从天道和人道去的 有些呢 已经是菩萨道的 那么对于不同的身份呢 有不同的摄受 他法众生呢 依旧是如此 有些是普通的众生 像我们一样 有些呢 已经是修学成就菩萨道 这次四十八月里面 风味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你如果说 你要去看会计本里面 受众生愿 受法 生愿 受净土愿 有什么都参在一起 完全分不清楚 为什么呢 四十八月它会成二十四月了 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选择读诵的经本就非常重要 读诵的经本非常重要 读原意本的 千百年来一直由我们祖师大德所应可的 印证的佛祖无量寿经 那么这本 佛书大乘无量寿状元 清净评的诀经 有些同学如果做一个参考是可以的 做一个参考是可以的 这本经其实 下来继续是会计 会计结束以后 它在印刷流通的时候 它在后面有三个字 它非常清楚地标明 这是会计本 就告诉他 大家呢 这本经也是自己会计的 不是原意的佛经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印着印着 这些会计本三个字就不见了 直接变成佛经了 问题就处在这里了 所以这些呢 就是我们在学习进途中的过程中呢 我们应该注意的 特别是我们无量寿经 是我们根本里面的根本 最重要的一部印点 让我们在选读 在学习过程中呢 就一定要以原意本为基础 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 无量寿经的中去 中是修学的纲要 就是K-Methods 这个Prentice主要的修学的方法 去呢 就是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就是你的Goal 去向哪里 那么无量寿经就谈得很清楚 本经以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为重 那在大乘的佛法里面 谈得最多的 最重要的是希望 要发菩提心 那么这个概念 对于我们很多同学来说 是很陌生的 我们修学佛法 一般我们谈 那是要求出离 求解脱 求出离呢 出离三界 求解脱呢 翘出轮回 不要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的 这六道里面轮回不止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 学习的目标 但是我们了解 我们生命在轮回过程中 我们生命在轮回过程中呢 我们和无数 无料 无边的众生 结了非常非常深厚的缘 那我们无料结的生死轮回 我们的父母有多少 我们数不清楚 我们的兄弟姐妹有多少 我们数不清楚 所以华阳经理人团 融回过程中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我们的肌骨啊 就是我们 我们的肌骨啊 堆积起来的话 超过须弥三的高度 那就是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 不断地融回 不断地生 不断地死 不断地死 不断地生 那这一生 我们有这一生的父母 上一生 我们有上一生的父母 要来生一直在融合 我们还有父母 在人道里面有父母 在畜生道里面有父母 在鬼道里面也有父母 那虽然说 在乎父母 我们要再一次 然后 读小学是几年级啊 几岁的时候 六岁的时候 六岁的时候 我们到新加坡 六岁的时候 我们到新加坡 六岁的时候 这前面这十多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 然后要出来找工作 要成交利益 要赡养父母 要应付上司 各种各样的事情 再来一次 再做的有几个原因 再来一次 那是好的现象 首先你要生这人道 第二个你要生这新加坡 那如果说不好的现象呢 要保持人道 保证这人道 要有一定的道德水中的 这就是佛法里面谈的五界的基础 这是保持人生的最基本的条件 如将谈五龙 人亦理智性 心要好 心要善 才生这人道 那恶的话 那个畜生道 这恶鬼道 这地狱道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想 如果说 一入到三恶道里面 剁着恶道里面 想要出来就不容易了 为什么 畜生道 愚痴啊 地狱道太苦啊 恶鬼道 惊恐啊 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那一入三恶道以后 真正要学佛的 要觉悟的机会啊 那就太渺茫了 我们可以去试一试 你对你家的猫去讲经说法 或者是你对着一窝蚂蚁 劝他去念佛 看他离不离你 那佛曾经用比喻说是 你看 七佛以来 蚂蚁还是蚂蚁 那七宗佛都出世了 《起源经社》里面 那一窝蚂蚁 还能会是蚂蚁神 为什么 它很执着自己的神奇 蚂蚁也是一个social animal 它本身是social structure 非常明确的 任务也很明确 跟我们人 跟我们这个人类的社会结构 非常相似 他在他的世界里面 他认为 他就是生命的正常现象 他不想处理了 也生不起处理的愿望 没有这种意念 所以我们了解到 我们生命的形态是这样的 我们不想重复 其实 我们的亲人也不想重复 他们也在轮回 那我们都要发大心了 我们现在 从基本的概念 我们说 我们要发现求生净土 我们要处理轮回 我们要处理三界 这是我们最原始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们知道 轮回很可怕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 把我们的目标再提升一层 提升到什么呢 我们求生极乐世界的目标 目标是什么 是要成佛的 要像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一样 要像普贤菩萨 文术菩萨一样 到这个世界 到无尽的世界 去帮助无量无边的人 这样的话 我们的菩提心才能发得起来 我们求生净土的目标 就更加的广大了 心量也更加的广大了 愿心都是平等的 度一切众生了 所以无量生气里面 谈发福气心 发起这种福气心 发起这种同期大悲的心 直到每一个在龙回中的众生 都是苦的 每个人过得都不容易了 每一个小动物过得也不容易了 只是小动物鱼吃 它不知道而已 人有觉知 对自己的生命 有高度的负责任的信任 那我们就最不能轮回了 我们不能轮回 我们的亲人也不能轮回了 僧僧世事 轮回过程中 我们有无量无边的亲人 那由此发起这种大悲 一向专业 一心一意的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是修学净土法门 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最后要达到什么呢 原生 仕途 静 灯 不 退 原生 仕途 静 灯 不 退 就告诉我们 我们每个人修学 这个基础不一样 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 精进程度不一样 所以呢 与之相应的 在极乐世界对应的 网上的品位也不一样 这是与英国严肆合分的 所以极乐世界团仕途 那一般凡夫众生 我们你我他都是一样 我们得生净土了 是到凡圣同居土 凡夫和圣人杂居的净土 那就是告诉我们 凡圣同居土里边 都是没有断尽怀老的 见识习气都醉的 都有贪嗔吃卖仪的 都有贪心 都好吃 都放异 都有习气 但是呢 求生净土的信愿很强烈 那么阿弥陀佛会接应我们 会设施我们 不会嫌弃我们 如果说是真正有些 见识烦恼断尽的 这种贪嗔吃的习气 一个念头都不起的这种众生 已经破除了我之身见的 那么他得生是到方便有余土 就是阿罗汉的水平 那比我们就高了 那如果是菩萨 他已经开始破无名习气了 见识烦恼已经断尽了 维系的承扎烦恼已经断尽了 只是说他的智慧还不圆满 那他要破无名 那么菩萨所得了 所生了 是十宝庄严土 最后呢 契入到成佛的是长极光土 所以说 这个是极乐世界的仕途 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仕途啊 那么这里谈原生仕途 为什么谈原生呢 就是说得生意图 等于得生仕途 我们到凡圣统居土 但是呢 我们能够见到方便有余土的圣者 我们能够见到十宝庄严土的圣者 我们能够见到长极光土的佛 能够原生 能够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这是阿弥陀天里面告诉我们的 上善人大菩萨 我们这个世界也有仕途啊 但是我们凡圣统居土的众生 我们见不到阿弥陀 或者说阿弥陀坐在我们面前 我们不认识 我们有眼无珠啊 这个凡夫的肉眼反黑 障碍了我们 我们也见不到十八专严土的菩萨 观音菩萨经常实现 文殊菩萨也经常实现 因为我们擦肩而过 我们以为他跟我们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世界 仕途是相隔的 极乐世界是原生仕途 那生意普等于生上三土 进灯不退 那么都在不退转的环境里面 修学的方法呢 静 静就是直截 中间正没有退转 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修学佛道最大的问题 在前面我们也看到 佛道的修学啊 佛道的成就啊 一生又一生 一生又一生 需要不断地接力的 一生接不上 要重复再来啊 其他世界里不重在这些现象 我们都是无量寿 一生成就佛道 所以说这是无量寿经 它的中趣啊 和以原生仕途 进生不退为去 那这是我们学习无量寿经呢 要掌握的 它核心的叙叙方法 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也才会知道 无量寿经 我们读起来 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么至于无量寿经的大义 首先谈无量寿经的缘起 这个是佛罪 王舍成位的灵鹫三中所宣说的 一般佛罪宣说 大小乘经典的时候 长随的是一千二百五十人 一千二百五十长随比丘 但是无量寿法会比较大 比正常的宝贵了 要多十倍的人 所以参与宝贵的有 一万两千大比丘 比丘尼 这里谈大比丘比丘尼 就是一天是正德圣国的 正德阿罗汉国位的这样的圣者 大比丘一万两千 比丘尼五百人 亲信寺七千人 男居寺七千人 亲信女五百人 女居寺五百人 与会的大比丘呢 都是教团里面的中间人物 就是舍利弗 穆基连 这些十大弟子都在一场 那并且呢 还有福贤菩萨 文殊菩萨 弥勒菩萨 贤护菩萨 等无量无边的菩萨 都能集会 福贤菩萨呢 是因为在《华严经》里面 已经谈到 他是导规这些法生大士菩萨 都去极乐世界修行的 修普贤菩萨的十大行持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 去极乐世界成果 弥勒菩萨呢 为什么出现呢 《无量寿经》里面 我们知道 弥勒菩萨 是我们前级的第五宗佛 释迦世宗是前级第四宗佛 那么弥勒菩萨成果以后呢 他要融化三合要说法 他说法的时间 与我们现在 释迦世宗 注释说法的时间不一样 释迦世宗 硬化是人寿一百岁的时候 无作而食 而弥勒菩萨硬化的时间呢 是人寿八万岁的时候 人寿八万岁和人寿一百岁 在我们里面说 有的这是神话 人怎么可以活八万岁 不可能啊 这是佛告诉我们 真正的实善业道 非常显盛的时候 众生福报非常大的时候 人的寿命呢 就是有那么长 所以弥勒菩萨他的印线呢 是在太平 圣事的时候出现 不是五周二世 所以为什么你看 释迦世宗在我们这个世界 硬化八十年 四十九年的说法 非常辛苦在我们来看 和孔子一样 周游列国 甚至呢都 你看孔子都是被人嫌弃啊 每个客客气气 把他请过去 你讲得很好 讲得很好 最后客客气把他送走 你讲的东西我不想用 为什么呢 从旧战国时期 大家是讲无理的 你谈了一套 龙里道德的教育 那是太平盛世的时候 才需要的 这个时候谈龙里道德 那谁谈得越多 谁越吃亏 这是为什么你看 孔子在那个时代 他的思想 没办法推行开来的原因呢 而释迦世宗传教的时候 也是如此 恒河两岸那个时候 大大小小 十六个国家 佛常驻摩羯陀国 和翘萨陀古 就是王舍成和舍未成 这两个是当时 最强盛的两个国家 这两个国家的国王 首先接受了佛陀的教育 但是我们知道 上了一个社会一般 能够接受教育 普通的本性 不一定能接受教育 所以佛在 十位城长寿的时候 九十万人 三分之一的人 见过佛 亲过佛法 三分之一的人亲过名字 三分之一的人呢 连佛的名字都没亲过 这是我们 着实的正常现象 所以实际上是从四十九年 一直在恒河两岸 走来走去 印度的天气很炎热 甚至有时候经常 跑去做河事了 两国家要打仗了 跑去拿河 不能有战争了 但是弥勒普尚 他出现不一样 他出现只有三次的说法 龙华三会 三次说法以后呢 该度的人已经度完了 为什么 大家善哥都很深厚啊 弥勒普尚讲法 大家都很信受 都相信 然后让大家做的呢 大家都愿意做 不像石家之中 印画这个 有人说百岁的词佛 相信他的人 本来就不多 即使有些人相信了 你让他去做 信了再去做 这个过程呢 有这种精进心的人 有勇猛心的人 他才会去做 一般的众生 都是放异的众生 就像我们现在 这个时代是一样的 这道理呢 听起来不错 想要去做的话 就嗯嗯嗯嗯 又有不顾 这种决定的信心 很难去想象 很难去做下来 并且呢 很多人又很难坚持下来 所以弥勒普尚呢 他成佛以后呢 他也是要宣说 净土法门的 这在《无量寿经》里面 为什么石家之中 把净土法门 把《无量寿经》 交给了弥勒普尚 由弥勒普尚去弘扬 所以那个《无量寿经》 上半部 他的当机众 是阿难宗者 上半部 他的当机众 是弥勒普尚 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 要在龙华三会上去宣说的 那也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龙华三会 弥勒普尚的导向 是希望大家都去 极乐世界修学传佛的 贤护菩萨 我们这个 五楼另外一个讲堂 叫贤护讲堂 法陀和菩萨 这个在寺院里面 叫玉池菩萨 有时候在沐浴的地方 放着个菩萨的像 这是一位 最佳菩萨的代表 也是法圣大师菩萨 和为摩羯菩萨 和文殊菩萨 都是一样的 等觉菩萨 那么在《无量寿法会》上 它是代表着 这家菩萨来修学 净土法门 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 净土法门的修学 它是不减这家出家的 所以像有些 佛教的法门 在传承过程中 它是减这家出家的 但是净土法门来说 一千人都可以修学 不管这家出家 不管是男是女 不管年轻还是年老 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 不管你修学时间长 还是修学时间短 只要具足信心 发愿求生净土 只要我们保持正念 去念佛的话 那么肯定是能够得生净土的 所以这个无量书境的内容 在整个的净土五经里边 述说的就非常详细了 上阶里边 谈到了阿弥陀佛 他整个的文法 就是因地为法藏菩萨的时候 为法藏菩萨 只是他 亦次的菩萨行 所以我们在大称经典里边看到 法华经里边 卫华经里边 这些阿弥陀佛的修学 他经常都是和释迦士通在一起的 有时候释迦呢 他是老师 他是学生 有时候释迦呢 是兄弟俩 那是真要在一起 在修学 在行菩萨道 那么在无量书境里边 谈他这一次 法藏菩萨的修学 从文 试自在王佛 也叫试饶王佛 说法 然后呢 他希望 能够建立一个 接引法界一切众生的 清净的刹土 不检测根基 这是最重要的 那因为祝福的净土 你要得生的话 他都是有桥界的 唯一有阿弥陀佛的净土 是无桥界的 唯一的桥界是什么呢 信愿吃 那么谈祝福的净土 至少都是谈要 福得住烦恼 要有一定的定力 成定的功夫 才能得生的 唯一阿弥陀佛的净土 不谈定力 不谈功夫 主谈信愿 所以你看我们 第九类祖师叫 偶一达诗团 得生于佛 全由信愿之由 能不能生起正信 能不能发愿求生净土 这是得生净土的关键 品位高下 全由持民之深浅 那么往生品位 有三倍 有九品 有无量品 刚刚底底 每个人的异性过方不一样 那么往生品位的高下 和自己的功夫 是有关系的 那么建立这方刹土的 整个过程 在无量寿经里面 谈得就非常的详细 修学菩萨道要发愿 发愿的时候 他的身份 不是一个一般的 比丘的身份 不是一个反复比丘 他是以法身大师菩萨 四线成国王 然后出家 所以这种四线本身 都是有非常深刻的意趣的 就像释迦师中 在我们这个世界 四线一样的 释迦师中最后一生 要从都岁天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成佛 他为什么要 释现太子的身份 不是释现成一般的 普通民众的身份 这以太子的身份 要继承王位的 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身份 去观察生命的流转的过程 知道当国王 是不能避免生老病死的 所以他才放弃 所以他才放弃王位 去寻找终结生老病死的答案 这样他才走向了 出家处理之路 阿弥陀佛在 因地形菩萨道士 五量寿经里面 所记得的这一次 作为反葬菩萨 他依旧是这样一个过程 先做国王 然后放弃王位出家 经过世自在王府 他的老师 借他老师的神通道理 去参学其他十方佛岔土 或者清静的 或者是不清静的岔土 取其精华 去其招博 最终 借理要发起四十八大院 来成就西方极乐世界 那当然我们也 认识当中我们也知道 其实极乐世界的 整个的建立 远远不止这四十八大院 当然跟我们息息相关的 是四十八大院 那发起这种大院以后 这种菩萨的发愿 还要用行持 去实践大院 所以叫以行来前愿 禅宗里面经常讲的一句话 高高山井立 深深海底行 立愿你可以立得很高 但是光有空愿不行 要把愿望变成现实 那要一点一点 从最低处做起 踏踏实实地去修学 这是阿弥陀佛修学之路 也是一切菩萨 要成佛的修学之路 在经过这样 无量节的修学 无量节的行菩萨道 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 所看到的 它也是实现成 各种各样的身份 当扶装者的身份 商人的身份 国王的身份 居士的身份 法色的身份 等等 最终圆满成就佛国 成就佛国自然感得 西方极乐世界 这方清净查复的出现 所以《无量寿经》里面 上半部都在描述 整个极乐世界的环境的庄严 它成就的极乐世界 这一切的庄严呢 都是为了帮助 得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它在那个环境里面 不起烦恼 在那个光明的世界里面呢 我们自信本居的佛性的功能 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所以我们谈 我们都有佛性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由于我们厚重的烦恼喜气 由于我们的贪欲 由于我们的嗔恨 我们的嫉妒 我们的无名于痴 等等这种喜气 把我们的自信的佛性光明了 一层一层一层地盖住了 我们的佛性光明 发不出光 而我们在这个世界 与我们相应的位置的环境 这都是激起我们的 刺激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 名利的欲望 权利的欲望 金钱的欲望 等等等等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轮回 我们和未来的环境呢 一直是互相交着在一起的 这些呢也都是三界里边 特别是欲界里边的 六云签的签主 叫魔王波雄啊 把我们留在这边的一些手段 而极乐世界 虽然说我们是依旧白老美断 但是到极乐世界 在阿弥陀佛清净光明的射手之下 这是清净的力量就开始发生作用了 我们的烦恼呢 被扶住了 被扶住了 虽然还没断尽 被扶住了 被扶住的意思呢 这烦恼它在不起作用了 我们这不会起分别心 不会有执着 因为连花一开放以后呢 我们的我之身界就破除了 而有我 对生气有执着 对名利有执着 对欲望有执着 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造业轮回的一些关键因素 那如果说是无我了 我们还造什么意义呢 那自然我们的清净心 我们的智慧产生了 那么与畏罪的佛境界 清净境界相应 所以无量寿静里面 谈整个环境的事实 都是阿弥陀佛帮助我们 洗绝我们的尘垢 显明我们自行清净 上半步 下半步呢 谈三倍的往生 那这就是他要往生 不是说每一个人去那边 都是一样的 当然出生处是一样的 都是连花发生 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业因果报不一样 修学有精进的 有序的 修集功德 有多的有少的 信愿的生前 有非常深的 也有非常浅的 那么这些呢 都是与极乐世界相应的 往生的品位 是一样的 那谈完三倍 往生以后呢 释迦世宗又转回来 来谈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五周恶事的主 谈我们所做的恶 有恶以后呢 现身我们会感觉到痛 那身心上受健康 这一生结束以后 如果不求处理的话 那么来生 以及无量事 无量节 就感觉到伤 什么是伤啊 三恶道的果报 那地狱恶会出生的果报 就相随了 那最后 把这整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的 着恶 与极乐世界的 亲近相比较以后 告诉我们 要方愿求生 西方极乐世界 当然 不是说是 我们知道 这个世界的着恶 然后呢 牵切地觉得 很着恶 是很着恶 很着恶 然后我们都什么都不做 我们一直要尽 我们最大的努力 去改变这个世界 去尽我们的社会责任 去尽我们的家庭责任 这个我们学乎了 一定要有一种 中道的智慧 最后还告诉我们 当我们这个世界 精道都灭尽的时候 以后随着 众生的根基越来越浅 世界的主恶越来越加深 幸福的人 社会越来越少 那为什么呢 佛法特超越了 因为他 直指的是出离三戒 要脱离六道融合 一般人是 对这个毅力 是没有办法相信 但即使到佛法 末法一万年结束以后 释迦世宗的加持力 祝佛的加持力 依旧让五量寿经 多留一本年 这是非常特殊的 对于五量寿经的重视 也就是说 五量寿经 阿弥陀经 以及观五量寿经 在这个世界 会多留一本年 那也就是说 度尽在着世里面 最后一些有缘众生 累积到最后 金本都消失了 依旧还要让佛号 再留一段时间 再度尽最后一年重生 这就是五量寿经 整个大起的毅力 所以我们下去以后 可以认真地去读一读 自己读不下去了 可以来居心里来读 正好是五量寿法会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 就到这里 愿消能结读业障 愿得不惠日增长 愿尽此生出所佛 愿佛接领神安养